那说到这个成名呢 有一部音乐喜剧电影 叫做《一夜成名》 在这部电影的首映里上 两位神秘嘉宾的出现 真的是给现场带来了不少惊喜 虽然主演黄胜一维塔斯都没能到场 但知名歌手江雨恒合一能进的出现 也并没让这次首映里显得势单力薄 而江雨恒唱的一首经典老歌 也拉开了昨天首映里的帷幕 这部音乐喜剧电影《一夜成名》 讲述了放言娃参加选秀《一夜成名》的故事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身为嘉宾的一能进当年竟是一哭成名 虽然倒在2005年就已有歌舞电影《一夜成名》 但是作为国内守护音乐喜剧电影《一夜成名》的创意 这部音乐喜剧电影《一夜成名》的故事 我觉得应该会参加一个故事 我希望一个是内容上 一篇的内容更接近 以后从形式上我想做一些 听电影的类型 有什么两个人 有什么两个人 有什么两个人